就是一个难不倒战战大考验之 拉链式快问快答 请准备第一道题 旅行喜欢A 有计划B 自由随心 请选择 A 有计划 对 有计划吗 是 你喜欢有计划的旅行 我一直以为就是像 这种天秤风向星座 人都喜欢自由一点 我一定要有计划 一定要有计划 如果没有计划的话 我会很不安 没有安全感 对 所以你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旅游的计划做详细 攻略什么一定得做 OK 第二题 喜欢A 看日出 B 看日落 请选择 喜欢看日落 对 日落 为什么呢 就是 喜欢 就是它那个氛围感还是说 感觉吧 日落的感觉 对 是它那种日 太阳快落下来的时候 这个天空 那种带密度的蓝 然后再加一点那个 夕阳的那种金边 就感觉 这一天接近尾声 感觉人很放松 是一种放松跟惬意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觉得 就可以来一颗我们的溜溜美 可以让我们的旅行更有味 来 接下来我们请听第三道题 喜欢A 自然户外 B 城市 City Work 两个其实都挺喜欢的 所以就是 反正都是走嘛 走一走 对 喜欢走一走 对 喜欢走一走 没错 所以自驾就不会在你的选择之内了 自驾 你可以自驾到一个地方 然后再散散步 行 好 就是喜欢 那两个都可以选择 好 下一题 喜欢A 尝遍美味 B 玩遍角落 美食 这很难 这不能两个都要吗 这个不可以两个都要吗 可以 你是站一站 你可以两个都选择 可以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然后再尝遍世界的 所有的美食 所以这个两个都要 好的 下一题 出去玩 喜欢A 感受风光 B 体会人文 请选择 人文 人文 对 为什么是人文呢 我觉得每个地方的人文 都能代表那个地方的一个风貌吧 所以更喜欢人文 气息多一点 没错 好的 最后一题 更喜欢A 打卡游玩项目 B 找个地方 慵懒晒太阳 请选择 B吧 晒太阳 对 如果我们出去放松 然后去旅游的话 去旅行的话 就是还是让自己放松一些 不要那么的紧张 所以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 出去玩的话 还是要放松 选择这个慵懒的晒太阳 所以 回答完毕